学费调涨无助 学费调涨无助 学生输到脱库 学生输到脱库 东海大学学生反对高学费 17日晚间得知新任学校董事长 出席台中市七期重画区内的校友会议 学生们拿着诚情书拉起白布条 在校友会议场外表达立场 希望新任的董事长能够听到学生的心声 校方年龄有盈余3亿多 银行存底14亿多 然后呢 今天跟学生说 我金费不够我要挑战 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来自单亲家庭的诚信大一学生 也献身说法 说明清寒学子遇到高学费 只能无奈借学贷并且兼职打工 我们今天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书读不下去 生活念不下去才来 很多同学每天兼三四份打工 然后做得要死要活 一毕业就是失业 就是50万的学贷啊 最后由东海大学校友总会 阻密出面与学生沟通 并且代为阶下诚信书 联合报记者赵荣轩台中报导 情报道